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的 到底谁是税改的最大赢家呢 其实呢 赢家就是真正懂税法的人 那在年底的倒数三周的时间 我们来一起好好预算和盘点一下 个人和公司在新的税法下的新的税务 首先呢 新的税改呢 对中小企业主提供了更多的税收优惠 我们来举个例子 假设呢 陈先生夫妇呢 今年的应纳税收入是30万美金 他们自己的公司的生意呢 是赚了25万 明年报税 陈先生可以省多少税呢 又假设陈先生夫妇的公司 生意的净收入是50万的话 应纳税收入呢是40万 陈先生省税金额又如何计算呢 我们再复杂一些 假设陈先生的生意的净收入是50万 他的W2薪水是16万 他的办公楼是180万买的 陈先生夫妇的应纳税收入呢是40万的话 这样的情况下 陈先生如何通过薪资和资产的门槛 来qualify合格商业收入的20%的抵减呢 那邀请来参加我们本周末的 年末冲刺财税赢家讲座 卓越财富江西首万区资深林会计师 赵会计师和国税局的税务会计师 在本周末12月812月9下午2点 联合举办年末冲刺和财务赢家讲座 报名8772538288 8772538288 接你在年底对中产家庭如何规划呢 好的 首先呢要检查自己的withholding的预扣税 我们来举例 刘先生呢今年买了一栋房子 150万 那房地产税呢就是1万8 如果刘先生的应课税收入是30万的话 那周税呢就要进3万 房地产加所得税呢要4万8 那另外呢刘先生的第一贷款100万 那现在呢只能是75万的利息抵减 那再有呢刘先生的10万的房地产的净值贷款呢 减税也废除了 那这样加起来刘先生就有5万5千不能抵税 所以呢在此呢要提醒有些跟刘先生类似情况的金钟朋友呢 要有补税的心理准备 还有呢就是最新出台的减免豁免机会区呢 也有很大的税务优惠我们来举个例子 王先生呢2017年初呢是以100万买下的股票呢 现在增值到了200万那他在年底呢把股票卖出 他在明年的6月30号前呢在机会区买下一块土地200万 最少呢20万的税呢是先不用缴的 如果呢他能在30个月内再追加投资 加了一个比如说是4plex并出租 他想在第5年或第7年卖掉房地产 他可以省多少税呢 如果他盖的这个4个单位的公寓呢 在10年内升值双倍到了800万的话 那房地产的增值税还需要缴吗 邀请来参加我们本周末的财税讲座 听众朋友 杰尼她是国税局的注册税务师 MBA工商管理硕士 国际注册财务顾问师 如果你想更多了解年底合法合理的结税省税的信息 卓越财税已经整理了报税规划的变化 将在本周末12月812月9 下午2点举办年底冲刺财税赢家讲座 讲座内容包括 1.最新税改和个人公司税务抵减对比 2.新税法下房地产合法延税减税策略 3.投资机会区税务布局策略 4.各种财税规划利弊分析 报名讲座877-253-8288 877-253-8288 谢谢杰尼 谢谢周乐听众朋友 新的税法呢有非常复杂严格的反币税条款 您辛苦了一年 就在本周末有两位资深的注册会计师和国税局的注册税务师 共三位税务专家 为您剥茧抽丝 盘点个人和公司的财务税务是明智的选择 提醒您 税改的最大赢家呢就是真正懂税法的人 邀请来参加我们本周末的年末冲刺财税务家讲座 本期逐渐转良一年一度的东令进步又要开始了 如何东令进步 如何利用东令进步结合弯曲的气候特点 把我们的身体补好 欢迎您参加12月9日星期天举办的福特中医大学东令进步高观文化节 同步举行2019年春季入学开放参观咨询 有展览一整及讲座 讲座由北京中医药大学麻仲学博士师生团队主讲 上午9点半开始 详情请电650-918-9968 650-918-9968 展望未来基金会Benefit Tomorrow创始人CY Chen 做客娱乐漫谈 回顾该基金会在2018年所做的多项公益活动 GMCC万通贷款James Jean 讨论不同program 其中有10%首付贷款额可高达300万 换物贷款可用departure房子和预购之屋合成一个贷款 请于12月8号周六晚7点半准时观赏娱乐漫谈 谜局中的财富大局专题讲座 税法更新与变化 小业主高额省税方案 W2家庭终身免税规划 跨国居民双向税法须知 20年经验权威税法教授 让公司税个人税省税有道 荣获25个大奖以望摇 国际认证财务规划师CFP让您生财有道 保证无市场下跌风险 免税资产扩张 本周六万富理财 888-835-0698 888-835-0698 Masterlifefinancial.com 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 Hongwei Medical Group is now opened in Cupertino near Bollinger Road in De Anza Boulevard This is the season of giving so we've decided to give first-time visitors in the month of December one free treatment in our brand new Cupertino office Please call us to schedule an appointment at 408-436-8055 Again 408-436-8055 Start the new year pain-free GOOGAM 您房屋贷款的首选 GOOGAM 总部位于Curpertino Burlingame Fremont Presington Saramun North Jose 和San Diego 均有分行 GOOGAM 贷款诚信可靠 值得您的信赖 欢迎加入GOOGAM 精英团队 请电408-720-6800 408-720-6800 408-720-6800 听众朋友 欢迎您回到戏谷华人电台 财经天地 到了股票的时间 访问的嘉宾是黄建雄老师 同时我们非常热烈的期盼 听到您对于股票有哪一些问题 主播式的空硬电话号码是 650-968-2000 欢迎您及早打电话进来 现在热线全开 650-968-2000 欢迎黄老师 黄老师您好 周乐好 各位听众朋友好 今天的美股呢 还是大幅收跌的 到只能下跌 约558点 纳指下跌3%以上 跌穿了7000点的关口 对于国际贸易紧张关系的担忧情绪 卷土重来 三大指数在本周已经累计下跌超过4.5% 尤其是在南方Payro的就业的这个数据公布以后 有一位美联储局 他这个官员的对外宣称12月不应该再加息了 看一下11月份的南方Payro 预计是19万8千个工作位置 但是事实上只有增加了15万5 那这个unemployment呢 是达到了3.7% 还是非常低的 这个消息呢 对联储局的官员里面的鸽派是有利的 到目前为止 一位官员是说12月不应该加息 明年3月加息的可能性降至25.9% 如果明年3月不加息6月份加息的百分比已经降到43.3% 这个yield curve呢 是在前天正式的倒挂 这不是一个好消息 每一次出现长期比短期应该是要高 但是却低的时候都是经济衰退的一个迹象 所以最近的股市的大跌是否因为利息啦 还有这个中美贸易啦 还有川普不松口啦 等等这些事情集在一起 让年底应该要好的12月份 却跌得如此的七七八八 我们请黄老师来替我们解盘 是的 过去的一个月 这个美国的股票市场非常波动 就是每一个礼拜大概都要涨1500点 或者是跌1500点 我们刚刚过了这个星期也是跌回来1500点 是蛮波动的 很想见到这种市场 当然什么因素影响呢 中美贸易战当然是第一个重要的因素 那么刚刚过去的周末 他们好像是谈妥了 可是呢 美国这方面两个白宫的重要官员 他们有一个是比较隔派的 有一个是比较强硬派的 他们两个人说的话都不同 就是导致有一些人觉得这个中美贸易谈判 还是不是谈得那么好 再加上那个华为这个CFO被在加拿大被逮捕 这个觉得也不给中国面职 所以大家也担心中国要用什么手段去报复 所以这个中国现在还没表态 所以大家还是担心当在表态的时候是什么一种情况 所以这个是一个担忧 其实今天的飞龙就业人数比较预期跌了这么多 是 又令人开始担心这个经济是没有那么好 所以这个也是比较重要 当然利率其实这个人帮准备局主席上个礼拜就是说过 就是他可能现在已经非常接近利率中利的这种措施的时候 就是显示呢可能人帮准备局不会加利息加了这么多次 所以这个对市场是不错的 所以有两个不好的情况 有一个是好的利率低 可是现在令我比较担心的就是技术上的情况 因为过去的一个月我们现在是第三次探底 探来的底就是10月份各大技术10月份那个基点 现在已经非常接近了 甚至有一个指数就是罗素2000 Russell 2000小心股 已经跌穿了 它跌穿了10月份的低点 现在距离2月份的低点 只不过是10多点 罗素2000今天也跌了30点了 那么距离2月份的低点只不过还有10点的话 也非常容易破 所以现在各大指数 因为其他的在的指数还没破这个10月份的低点 可是也非常接近 罗素2000带头领先跌下去的话 可能也会这三大指数 这一次第三次探底可能也守不住 也可能去下探这个2月份 今年2月份那个低点 所以技术上是蛮不好看的 如果说技术用技术图表来决定买或卖 现在我觉得已经beyond的那个point了 如果你真的是看技术图表 那你只能卖或者是put 你绝对不能够要买涨 除非你是utility的股票 除非黄金今天上涨 还有所有看跌的ETF都是绿字 其他是一片红海 对 当然大家也可以这么想 而既然又来到这个低点 是不是有一点超卖 或者就是可以又暂停又上去呢 可是这一次可能不太同 可能就是因为太接近这个低点了 而且昨天涨了一天大的 那么今天立刻就反转 跌了同样大 这种情况就显示 大家还是没有信心买入股票 所以这种 同时连续跌了这么多天 跌了1500点的话 有很多用margin买股票的人 可能会被迫要出场 断头出场 对 他们不想再投钱进来了 那么他们又再有一波可能 就是因为这些追加保证金的这种卖压 嗯 下个礼拜 所以假如下礼拜没有好消息的话 可能就 就从技术上来走 就看技术上来走 这这种情况 这个追加保证金这种卖压 那可能会推这个市场继续探底 唉我再叹一生气 就是我们做这个财经股票的节目 已经有20年了 我们从2000年开始 就已经开始在做了 我们经过了就是久久就有一次碰到这个市场 迫不及待的就这么样的下跌 让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的财产缩水了很多 刚刚几次呢 其实如果说大家不相信也好也也是有情可原 但是经过这么多次了啊 如果您到现在手上的都的这个股票还是留着还是赔钱 其实我们很早以前就已经提醒大家了 所以大家真的要先知先觉一点 不要以为这个太平天下可以维持维持的太久 因为到明年的3月9号 这个牛市已经真的就到10年了 看看历史上有哪几个牛市是能撑得过10年的 那我们现在要看这个特朗普总统 他的2018年的税改今年第一年实施 但是主要是利息增加的这么多 主要我们就要来看12月是否真的加息 然后明年是否停止加息等等等等 是否可以来挽救这个经济见顶的危机 还有美中贸易战到底谁是输家 我觉得大家都是输家 主要是看现在怎么办 如果是采取这个齐全的Port的方式 或者是买看叠股票的ETF 那又有多少胜算 我们今天留多一点的时间来让大家问股票好了 主播室的电话是650-968-2000 650-968-2000 黄老师那我们现在先做一个短暂的休息 马上回来就来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了 好的 好的 好听众朋友马上回来 天气逐渐转良 一年一度的东令进步又要开始了 如何东令进步 如何利用东令进步结合湾区的气候特点 把我们的身体补好 欢迎您参加12月9日星期天 举办的福特中医大学东令进步高观文化节 同步举行2019年春季入学开放参观咨询 有展览议诊及讲座 讲座由北京中医药大学马仲学博士师生团队主讲 上午9点半开始详情请电650-918-9968 650-918-9968 谜局中的财富大局专题讲座 税法更新与变化 小业主高额省税方案 W2家庭终身免税规划 跨国居民双向税法须知 20年经验权威税法教授 让公司税个人税省税有道 荣获25个大奖以放摇 国际认证财务规划师CFP让您生财有道 保证无市场下跌风险 免税资产扩张 本周六万富理财 888-835-0698 888-835-0698 masterlifefinancial.com GMCC万通贷款计划多 直接放款速度快 立即好 现推出大额贷款新项目 453,000以上至600万 可14天完成 可用公司配股RSU做收入 DTI47% 信用分数680% 10%投款 外国人身份 信用不到两年一可 南北加州9家分公司 承招贷款顾问 一对一培训 650-996-1982 或电邮info at gmccloan.com 细古华人电台各项节目 除了在svcmedia.net网站重复收信以外 我们的节目也放在Facebook YouTube 以及新浪微博中 您只要搜寻SVC Media 或是细古华人传播公司 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精彩节目内容 让您随时随地都可以享受SVC 王荣梅 Rosemary Wang 会计师事务所 专精公司成立架构 公司及个人所得税 薪资税 遗产赠与税 规划及申报 50EC3 免税组织及Private Foundation 设立及报税 可签合401k 退休金计划的审计报告 Roker Dealer及各类财务报表的审计报告 联络电话408-998-1688 998-1688 王荣梅 Rosemary Wang 脸上有暗窗 青春痘 凹凸痛怎么办 凭着信心走入Boford Day Spa美容中心 让您把烦恼留下美丽带回家 Boford Day Spa皮肤烦恼的终结者 完美肌肤的剔造者 20年丰富的经验是您不二的选择 现正特价优惠中 第一次体验只需68元 Boford Day Spa地址 4314Noor Park Avenue San Jose 订阅电话408-861-0886 408-861-50886 财经天地由新翼旅行社赞助播出 Marrison Travel 408-727-0570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黄老师您好 大家好 我们在回答听众朋友的股票问题之前 还有没有很重要的这些strategies 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我觉得现在这个股票市场 当然是在这个调整的阶段 那么调整的阶段就是大概是10%到25%之间 从高点跌下来 跌这么多就是调整期 可是我就担心它有可能呢 这个市场会进入熊市 就是股票市场从高点跌多过20% 为什么这么说呢 好多大股都已经跌过了20% 我们老早就说过 那么今天我看到Apple 是跌了从高点跌了28%下来 所以Apple也进入熊市了 我们当然Facebook啊 那个Netflix啊 更是如此了 他们都是这些大股 以前都是靠这些大股 来带东西上上去的 可是现在都已经进入熊市 所以这个市场进入熊市的机会也是蛮大的 所以就要熊市 我们上两次熊市 一次是跌了50% 一次是跌了57% 有些科技的指数跌了75% 所以我们现在来说 尽管我们不知道它会不会进入熊市 可是要有一个准备 就是尽量的不再低位买股票 嗯嗯 不要以为它跌了这么多了 就可以买进 或者是补一补 我上一次买那些高的价 嗯 不能这样就是要 可能是吃了就是逢高卖出的反弹的时候 对 而且不要留这么多股票 啊 假如你留的话可以用 啊 这些看跌的ETF 好像 嗯 对于纳斯达克指数的保护的 或者科技股保护的可以用SQQQ 嗯 就是看 纳斯达克一百指数三倍看跌的 这个 它今天是上涨百分之九点四九 收盘价格十五块三毛五 或者是小型股的股指的三倍看空的 TZA 嗯 这个 另外呢 上涨百分之六点五九 十二块七毛七 SBOW 就是三倍看 这个 大虫斯跌的 嗯 SPXS 就是三倍看标普五百 跌的 所以可以用这些 看跌的ETF来保护一下 嗯 假许还有股票的话 感谢 没有股票的话 也可以买这些来参与这个市场下跌 对 好的 我们来回答听众朋友的个股问题 这个NVIDIA呢 其实在九月份是达到280多块钱 今天收盘是147块 你看 已经下跌百分之五十 有没有 对哦 差不多了 下跌百分之六点八五 对 它从高点接近三百 嗯 那个时候是290多 现在是147 对 真的下跌是很多的 那很多人都说这个是明日之星 它的产品也是为很多新的科技所采纳 哎呀 就在等着说到多少可以进呢 到多少可以进呢 对 其实用一个大的原则来看 对 这种股票现在还不适合参与 答案如何 NVIDIA NVIDIA 以前在我们做股票有一种说法 就是一支股票 假如在两三年之内涨了700%的话 这支股票就是卖空的一个 嗯 后选股 后选股 所以果然 它就是这种情况 NVIDIA在两三年就涨了700%之后 你看就现在就跌了一半 现在它其实不是很受欢迎的一支股票 尤其是这些大户啊 他们都不买这个 另外好像Apple Apple现在大户也不买它 我们这个Invest Business State里有一个评分 大户买卖评分 Apple是E ABCDE 最差的评级 就是大量卖出的意思 嗯 所以 已经 已经没戏了 我觉得NVIDIA已经没戏了 所以 的话 就是现在不适宜 最差 好的 那么它现在 呀 应该还是要继续探底 我们的节目还剩下7分钟 还有大量的股票问题 下面一个是ROKU 今天下跌6.91% 它的价格是38块钱 请简短回答好吗 ROKU 现在37块9毛2 它已经过了一个基称 就是大概是40块 这个基称已经过了 那么下一个基称呢 它这个股票继续看跌 低过50针均线 也低过200针均线 好 请评论NEM上涨2.97% 33块6毛3 NEM NEM它就是黄金股中的一个大股 最近黄金它呢 本身这个NEM在29块见底 然后最近又突破了33块这个主力 所以当然是它已经跌了底 可以继续看涨 下一个主力是 其实它碰过34 34这个位置 是一个比较强的主力 因为过了34的话 它可以上次挑战36 所以这个股票看涨 好 下面是TCEHY Tencent Holding 39块6毛8 再重复一下它的代号 T for Tom C E H Y 39块6毛8 OK TCEHY TENCENT Holding 上涨 TCEHY 其实啊 它最近也是有一种见底的现象 先是在31块半见底 然后再上去 又在33块见底 再34块半见底 所以它可以说是一步步的上来 所以还是蛮不错的 看好 基层37 主力 43 所以这个股票看好 SQUARE SQ 今天下跌7.17 60块9毛8 这个股票要出场 就是它最近在200天均线这里挣扎 那么最终还是跌了下来 66块是它这个重要的基层可经 看66 好 对 现在已经是60块9毛8 它下了去呢 就是下面的55块是下一个基层 整体情况看跌 所以应该要考虑出场 AMD 那么它今天是下跌8.31% 19块5毛3 AMD 这么多半导体类股 就是和NVDA比较了 它还是比较NVDA好的 另外它连这个200天均线都还没破 大部分的科技股都已经破了 它还没破 所以算是比较好的 18块是它的200天均线提升 23块是它的50天均线主力 等级是Buy Sale Hold 18块到23块是它现在目前的交易区 好 Amazon下跌3.89% 1633块 今天一天下跌66块 Amazon就是它上市的财报 是一个不好的surprise 所以它现在连200天均线也破了 200天均线是在1700块 这里附近 现在已经是1629 所以还是会随着市场探底 它下一个机场可能要探 11月份的低点就是1480 嗯 哇 OK 下面是CLVS 它是一个Biotech的股票 CLVS今天上涨7.95% 价位是21.45块 现在这个市场就唯有Biotech他们有心要制成这种有希望一点 它最近的交易量是放大了可能有一些好消息 所以来到这里 21块附近 是它的一个主力 50天均线主力 过了21块三两天的话 它能够停得住的话 它可能是上去探 就是25块 所以今天我们的节目到此结束 对于还没有能够回答您股票问题的听众朋友说一声抱歉 股市欠佳大家谨慎为宜 但是心情要保持平稳 继续注意股市 我们还会一有机会就访问到黄老师 谢谢你祝你周末愉快 拜拜 好 谢谢 拜拜 听众朋友如果您想要知道在湾区有哪一位中医师对于致痛症最有效果的 那么下面的访谈就是明中医师朱丽周医师 那他来接受我的访问 我们继续听这段访谈不要走开 谜局中的财富大局专题讲座 税法更新与变化 小业主高额省税方案 W2家庭终身免税规划 跨国居民双向税法须知 20年经验权威税法教授 让公司税个人税省税有道 荣获25个大奖以望瑶 国际政政财务规划师CFP让您生财有道 保证无市场下跌风险 免税资产扩张 本周六万富理财888-835-0698 888-835-0698 MASTERLIFE FINANCIAL.COM 昌星珠宝CH PREMIER隆重介绍 法国顶级珠宝品牌MASICA珠宝 全新Move Addiction高级珠宝系列 突破传统 独立不对称 开放空间设计 流动式相钻 现代时尚风格MASICA珠宝 精湛工艺打造 湾区华人独家代理 San Jose Westfield Benefair CH PREMIER Pala Alto Stanford购物中心 昌星珠宝 天气逐渐转良 一年一度的东令进步又要开始了 如何东令进步 如何利用东令进步 结合湾区的气候特点 而我们的身体补好 欢迎您参加12月9日星期天 举办的福特中医大学东令进步高范文化节 同步举行2019年春季入学开放参观咨询 有展览议整及讲座 讲座由北京中医药大学麻仲学博士师生团队主讲 上午九点半开始 详情请电 650-918-9968 650-918-9968 详情请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按赞都不能站直 很多时候 所以腰痛分很多种类型 我今天就讲讲中医怎么来认识我们的腰痛 其实中医我们常常觉得是 第一就是外感的邪气 外感的邪气呢 这邪气是什么 或者是受了风寒 或者是湿热 这样加上我们身体的免疫力的不足 就容易导致那个邪气在腰间停留 就不去引起疼痛 所以这类的腰痛呢 如果是以它的风邪为主导的 常常病人就觉得是疼痛的部位不固定 有时在左边 有时在右边 或者一会儿在左 一会儿在右 这种感觉是非常不舒服的 那这种如果是风寒或者是外感邪气入侵 它是直接侵入到腰部 才会造成腰部的疼痛吗 因为我们的腰部很容易就受到风寒的袭击 因为有时候我们是穿的裤子 有时穿的比较低腰 那个腰如果露在外面 或者是年轻的时候喜欢穿低腰的裤子 露个小男腰 或者是露腰的衣服的话 那肯定不是你一天造成的 是常年累月造成的这些问题 是 那这样子的原因造成的腰痛 会痛到什么地步 又应该如何缓解它 它如果它疼痛起来的话 它就会放射到两个膝盖组的地方去 有时会放射到我们的足部 感受了这种寒 你就会觉得你的腰会很寒凉的感觉 就好像放了一块冰在你的腰上面 这种疼痛就会越来越俊丽 越来越不舒服 但是在夏天啊 在温暖的地方 你就觉得这个疼痛会缓解很多 比较缓解 对 所以我们比如受了湿鞋 我们有时穿了很多湿的衣服 或者运动完 没有把衣服脱掉 很容易又感到湿鞋的话 那我们就感觉我们的身体很沉重 尤其在天气阴的时候 感觉格外的不舒服 如果我们又感染了热 比如热鞋的话 那夹杂这种腰痛的话 就更难 我们常常就会觉得 哎呀大小便都排不出来的感觉 有这种 其实是使用于腰疼 腰疼感染了湿鞋和热 所以就夹杂在一起的话 我们有时大小便都很困难 受到影响 如果是风寒的话就很容易出来 为什么我们给它一点热 加一点热 我们针灸一下 放一个热灯 它就觉得很温暖很舒服 然后做完以后 它就感觉到 哎 马上就轻松很多 所以寒邪的腰疼 是比较容易去掉的 但是如果是夹杂住 湿和热的话 那我们就要加一点中药啊 这些去它的寒 去它的湿和热 然后这腰痛 再针灸 再拔罐 这样效果就特别好 那这种病情的人 它是不是到了冬天 就发作的功力就更大了呢 对 如果是受了寒邪的人 冬天它会更难受一些 但是到了夏天 它会舒服很多 那中医的角度 可以把它的寒邪入侵 完全拔除吗 可以的 可以的 但是这个治疗 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哎呦 OK 好 需要一个过程 那我们讲一讲 第二种 第二种腰痛 就是我们受伤 受伤以后 我们就会引起 比如你受伤了 哎呀 这里淤一块 黑色的啊 或者受有淤的感觉 那就是血淤 这种腰痛呢 往往就是搬东西啊 杂株啊 或者是搬东西 碰撞到 注意扭伤啊 这样都容易 这种痛呢 它又跟寒邪不同 风邪不同 风邪它会走 寒邪它也固定 但这种受伤的痛 它是固定的 你哪里受伤 哪里痛 这种很痛的 对 它这种痛呢 它在夜晚特别重 特别厉害 所以它受伤的 发生的时间也不一样 晚上 下面我还会跟讲 为什么有些人腰痛是 早上痛得多 晚上痛得多 或者白天晚上都痛 都是有原因的 哎呦 嗯 那还有有些人呢 比如他很不开心 精神状况不好 我们中医就常常说 他受了内伤七情 内伤七情的伤到我们的情治 或者是忧郁 日久 或者是大路伤肝 比如他突然发脾气 生气 火大 很大的气 然后他就会突然觉得伤肝了以后 因为我们的肝肾同源的 我们的肾虽然是主腰 但是肝肾是同源 你很大的怒气的话 也会伤到我们的腰 所以这种腰痛就常常会伴随 我们的情绪不佳 我们的肚子会胀满啊 或者消化不良啊 或者是腰痛连穴位 因为我们生气嘛 连穴位前面的 这个穴位也会很痛 嗯 哎我听到这个地方 我都还没有听到 朱莉周医生说到肾 因为我们中医给我们把脉 就说肾虚 那这个腰疼跟肾 有没有关系的 有 有很大关系 其实我们的 哦 下面就是讲肾虚了 肾虚 对 很多 其实肾虚呢 不是说每个人都是肾虚腰痛 其实年纪大一点的人 才常常肾虚腰痛 特别是年老体衰的人 腰痛 其实这种肾虚的腰痛 它并不是刺痛 也不是很剧烈的痛 它是隐隐作痛的 而且常常还伴随着 你的两只脚发软啊 容易疲倦啊 还有耳聋耳鸣这些问题 还有老人家有些记忆力衰退这些 这些才真正是肾虚的腰痛 肾虚的腰痛 很多男生一腰疼就问我 是不是肾虚 对啊 因为他就联想到是肾 对 这要排除年轻人的肾 是很强壮的 没有那么容易摔 除非他是长年生病的人 可能他会影响他肾虚腰疼 还有就是 我还跟大家讲讲那个血虚 血虚也会腰疼 血虚 常常血虚的话就看到我们的脸色苍白 然后血虚腰痛就比如你大量失血的时候 就是女性来月经的话 对 有些女性的月经比较多 而且流的多的话 她就会容易把正常的血都流出去的话 就容易造成身体里面的血虚 所以呢 妇女的这种血虚 我们就要针对她是月经过多 我们就要从月经下手 如果月经复刻病的这些病解决了 她的腰痛也就好了 嗯 所以你要抓住重点 对 去做对症下药 没错 所以 那我们现在呢 我们就讲一讲 怎样去缓解腰痛 我们中医 各种的症状 各种的原因 如何缓解 对 缓解完之后 我再跟大家讲讲 早上腰痛 晚上腰痛 有什么区别 也让大家清楚了解我们的腰痛 也为什么 嗯 我们缓解这个腰痛呢 其实我们睡觉的时候 一个姿势非常重要 啊 我们不要平躺 我们应该是侧睡 侧睡 对 然后在你的那个腿中间 加一个小枕头 然后这样的姿势 就会缓解你的腰痛 因为为什么我们睡觉的时候 然后我们的腰会空在那里 不好啊 对 有一个空的穴位 跟床没有密集的 贴在一块 没有贴在一起 所以呢 就常常容易造成腰痛 嗯 还有就是我们常常做的姿势 其实我前两天我也有不好的坐姿 嗯 我也引起我的腰痛 你在诊所里面 对 做的不对 对 我在那看一篇文章 哎我看得很很精彩 我入迷 然后我就忘记了自己的坐姿不好 我就哎呀 当我看完的时候 我觉得哎呀 我腰好痛哦 哦 然后我就站起来的时候 我都直不起我的腰 哎呦 那是什么姿势啊 是敲二郎腿吗 不只是敲二郎腿 我是这样半 这样哦 lean back 对 lean back 那个姿势就不太好 嗯 所以呢 我就自己也跟自己扎了针 然后也去找 自己给自己扎针了 对啊 嗯 其实不一定要扎腰上面了 哦 有时扎针可以扎在我们的头部啊 手部啊 脚部啊 很多穴位都可以指腰痛的 你看真好 有中医的功夫的话 自己帮自己了 嗯 所以我们常常要调整我们的坐姿 一定要坐姿 然后我们做时间 一两个小时起来走一走 然后动一动我们的腰 可能不要一两个小时还要更短 哈哈 可见的你是非常focus的人啊 一看书可以看那么久 一般的人大概看一下 注意力就转移了 那也好就站起来走走 那其实是讲一个中医的书 所以我特别有兴趣 我就觉得哎 这方面好像我还没有看到过 所以我要特别去研究一下 一边看一边想 就入迷了 入迷了 然后就两三小时就坐在那里冬过 哎呀 哈哈哈 也没有去喝水 也没有去做什么就这样 后来我就知道 这个姿势一定要正确 然后还有很多人开车 嗯 开车驾驶 驾车的时候 然后长途是吧 长途也好短途也好 真的我们也要坐直 我们的腰上面 你觉得那个位置不太好的时候 你可以放个小枕头 哎我一直有一个东西 对这是正确的 嗯 还有这我们要挺胸 拿着方向盘 嗯 然后平视前方 不要窝在那里 很多人就是窝在这里这样的 都不好 这样都不好 脖子也不好 颈椎也不好 背也不好 颈椎也不好 你的腰就会受伤 好 我们现在到了中场休息的时候 听众朋友 今天访问的嘉宾 他是著名的中医师 朱里周 现在来进一段工商资讯 回来继续看看 比如说有骨科医生啦 或者是不同的时间痛 是属于哪一种 并且该如何做合适的运动 还缓解呢 听众朋友不要走开 马上回来 病情判得准 穴位找得准 下针下得准 湾区著名的三准医师朱里周 祖传的手法 精准的用药 腰腿肩颈痛 坐骨神经痛 一次有效 25年的临床经验 从香港到湾区 不孕症 皮肤病 藏尿病 高血压 疑难病症 首道病除 Fremont和Campo两家诊所 约约电话408-340-5653 408-340-5653 GOOGAMMATREAL 邀请您加入地产贷款团队 GOOGAMMATREAL 在地产和贷款领域双双业期显赫 专业的培训 帮助您在地产和贷款双丰收 请来电408-720-6800 408-720-6800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 这里是西谷华人电台 空中医疗站 欢迎大家再度回来收听 我们在湾区的著名众医师 Julie Jo 今天来讲的这种腰痛的成因 以及治疗的方法 Julie 那刚才是说开车都要注意自己的姿势 那我另外想到的就是站姿 对啊 站姿不良也会造成腰痛 对啊 比如我们常常站姿 你把你的重心移到一边的话 很容易你也会腰痛的 所以我们站的时候要站直 要把你的上身的重姿平均的分在两个腿上面 这样才会避免你的腰痛 我首先想到的工作就是做零售业的销售员 对啊 所以他们一定要站姿准去 不然很容易就腰疼 并且他们也要穿很舒服的鞋子 没错 没错 而且他们不只是腰疼 他们还会将来很容易有静脉曲张的问题 站久了 一个是售后员 一个是做老师的 因为他讲课讲很久 他们这样站的话 他的下肢会承受很大的重力 然后气血如果循环的不好的话 他下肢就会容易有静脉曲张 静脉曲张也是个非常难治的一个病 静脉曲张就是脚的血管 血管堵在一起 对你就看到好像小蛇一样 是 对在一起 那就是静脉确张 静脉确张会发展成很严重的病 有些还会真的会死掉的 哦呦 静脉确张不要小看了这个问题 嗯 ok 所以站肢要尽量身体左右两边要平衡 平平要平衡 对他这样才会避免你很多的问题出现 嗯 还有就是说避免推东西的时候 你避免你的双手直推 你要稍微将双手尽量靠近驱赶 就说你很容易这样推的话 也会容易影响我们的腰 悠着来 对悠着点 还有就是蹲下拿东西的时候 常常有些人蹲下拿东西 右边这样或者左边轻轻一起 很容易就扭伤了 那要怎么拿 他就要下肢蹲下双手拿起来 这样才是正确的 我可以直接的想象到 就是不要Band你自己的back 90度的那个动作 而整个蹲下来 练习下腰 今天有个病人来 他是怎么 他说医生医生 我在家打一个喷气 我的腰疼 这几岁的人呢 50多岁 哦 也不老 他其实他并不是他打个喷气就了 其实他是受寒受得太久 他的那个寒足收盈 他一打那个喷气的时候 他就牵引了他的背的肌肉 所以他一下就觉得他的腰疼 然后后来来了以后 我跟他扎了针 然后跟他扒了罐以后 他就马上就不 轻松了 对 他主要是受寒在他的毒脉上面 毒脉就是我们的背嘛 所以毒脉上面受了寒 所以他很容易就解决这些 他很快就来医治了哈 对 他昨天很聪明 晚上跟我讲 今天早上就来 来了就好 所以早智 还有有时我们太胖的人 也容易有腰疼 为什么上肢太胖的时候 他的重心就会压在腰上面 特别有些人的腿又很细 上面又很重的话 他就全部压力就压在腰上面 解决知道就是减重 所以减重 还有就是早上起来 我们刚起来睡醒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伸个懒腰再起床 这伸个懒腰就是让我们的腰椎的肌肉放松的 所以这一定伸个懒腰才慢慢下床 这样才会保护我们的腰没有那么疼 好 那这个就是姿势 那周医师 您刚才提到说早上腰痛 还有白天腰痛 或者是晚上腰痛 都代表不同的部位和不同的病情 这个也很绝 对呀 想讲给我们听 好 我就讲早上不痛 晚上痛 这什么原因 这种早上不痛 晚上痛 常常就是我们的椎间盘突出 引起的腰痛 我们白天的人体是站立的 然后晚上我们睡 睡着的时候就很容易 椎间盘就不平 它就会突出的地方 它就会更不舒服 所以它白天不疼 晚上它站立的时候 它没有什么问题 睡的时候就有问题 就是早不痛晚痛 这怎么办呢 要调整睡姿吗 不只是调整睡姿 而且它要调整 它的椎间盘突出的问题 它调整了这个问题 它就没事的 好 还有就是晚上不痛 早上痛 这就是比如很多人 有急着炎 或者是骨髓炎 纤维炎 筋膜炎 血管炎 这些炎症的发生 就很容易 哎呀 一早醒来就好痛 晚上睡觉的时候不痛 但是 这个跟我们所谓的沉浆 有没有一点相似之处 这个跟沉浆又不同 沉浆呢 它是 睡了一夜 早上起来全身僵硬 它那个是我们的关节炎 沉浆是关节炎 或者是内风是关节炎的问题 要沉浆起来 我们见比关节炎和普通的 就是看它沉浆 一般沉浆 我们说沉浆半个小时 才能判定它是关节炎 或者是内风是关节炎的问题 一般早上起来一点点问题 那不是问题 所以不要担心关节炎的问题 它这个是发炎的问题 所以就容易这些组织新陈代谢的肺料 堆积在我们的那个局部组织 刺激我们的痛神经 引起的腰酸背痛 这个就是晚不痛早痛 还有早晚都不痛 半夜痛 哎呦 痛不痛醒了才会觉得 半夜神人生夜静的时候 突然痛醒你 这是很难受的 你就要高度高度的提高警惕 可能是什么 可能是骨癌的疼痛或者感觉剧烈 或者是有时静止的时候也会痛 安静的时候痛也很明显 这就很不好 很不好 其实我有朋友前段时间刚去世 他在去世之前 他的骨痛 癌痛痛得很厉害 我就知道跟这种是一样的 他可以整个晚上整个晚上 痛得大觉 睡不着觉 他真是没办法 所以呢 当我们早晚都不痛 半夜痛的时候 我们就要小心 那就看去医院检查 是不是有骨头方面的问题 在疼痛的地方 轻轻敲截的话 疼痛还会距离增加 这是跟药剂老笋 追尖盘突出 这种是不同的 都不一样的 对 比如追尖盘突出 或者药剂老笋 你敲截的时候 你会觉得舒服一点 但是这个不是 你敲截它 它反而会更痛 所以我们也要分清楚这种 好 那如果还有一种 是不管是什么时候 它就是都会痛 不分时间都会痛 这个是有时候 白天晚上都痛 白天晚上都会痛 它有时它不一定 它就是你的腰的问题 有时我们内脏 其他器官有问题的时候 也会引起我们的腰痛 比如我们的泌尿系统 肾脏的病变 或者女性的复刻 的炎症 或者是有时盆腔里面的肿瘤 都会引起腰痛 有时我们十二指肠的溃疡 也会引起腰的放射疼痛 这些腰痛不会随着你的 你说哎呀我动一动 会不会增加呢 它不会 也不会因为你睡了觉 睡得很舒服而消失 所以这个问题 还是哪个器官有问题 要去检查出来 好好的治疗 才能解决你这个腰痛的问题 好 那直接从中医的角度 除了说拔罐呢 或者是针灸啦 还有一些秘方是可以减缓腰痛的症状的 有啊中药啊中药非常好啊 特别比如你的中药外敷的 外敷也可以内敷也可以 所以这都是很好的 还有有些做成膏药的也是很好的 特别是你的腰肌劳损啊 你的椎间盘突出啊 你的这些问题的话 很容易就解决的 其实治疗腰痛的话 中医是非常有办法的 反而西医没有那么好的治疗效果是因为它最多给你吃止痛药 止痛药 对对所以中医又是绿色的天然的 所以我们要非常保护好我们的中医 是是是 所以说中医来治疗腰痛是非常有帮助的 那如果说睡眠 您刚才已经提到要测睡 对两腿之间夹一个小枕头 我终于找到那种小枕头了 垫了一个小枕头 有时候放在小腿 有的时候放在两腿中间 对 真的是很舒服 测姿还有正确的坐姿 坐下来的姿势 还有要正确的驾驶的姿势 或者站的时候除了两边要平衡 还要换脚站 对 轮流让压力不要再同样一只脚太久 那避免推车直推 好像没有回转的这个度数也不好 那蹲下台物也要悠着来 整个身体蹲下去 然后再把东西拿起来 降低体重是非常重要的 对 所以下次应该来给我们讲讲如何减肥 可以啊 下次我们讲讲如何减肥 这也是好的课题啊 是 太多人都需要减肥了 早上伸懒腰 或者是要起床的时候 然后人在身上啊 就像一个什么怪物一样 一直伸来伸去 那个是好的吗 是好的 是好的 就是stretching 对 是缓解我们一个晚上的睡觉的 所有的肌肉僵硬的 我们这一伸懒腰就全部都放松了 然后起来就不容易伤害到我们的腰 Juli仲医师她在湾区一共有两家诊所 一家是在Campbell附近的San Jose 另外一家是在Fremont小台北隔壁 有一个预约门诊的电话号码是408-340-5653 408-340-5653 那请周医师告诉我们一个礼拜怎么样在两个诊所来分布看病人 对我们在Fremont的诊所是每个星期的2 4 6在Fremont小台北的诊所 我们每个星期的星期三和星期五我们在Campbell的诊所 希望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打电话来查询 或者是直接问我们你的问题 Juli仲医师那边是什么保险都收的 好非常感谢今天空中医疗站的单元 听众朋友谢谢您的收听 以上言论纯属嘉宾之意见不代表矽谷华人电台 财经天地及主持人的立场 今晚矽谷华人传播公司为您制作的节目到此结束 谢谢您的收听晚安 感谢您的收听 感谢您的收听 感谢您的收听